大陸觀光客對兩蔣文物很有興趣 而台北市現在開發出了新的賣點 今天邀請中國媒體參觀蔣中正 位在原山飯店 傳說中的逃亡密道 還將開放讓自由行的大陸客可以預約遊覽 傳說中前總統蔣中正在原山飯店的逃亡密道 難得呈現在中國媒體面前 將近兩百公尺的密道在一九七一年興建 以近口的石灰和水泥打造而成 白色橋面搭配昏黃燈光 令在場入媒很好奇 東看看西看看 密道中有條白色的溜滑梯 坡度有點陡 主要提供年紀大行動不便的長輩下山 也可以用來運送比較重的貨物 不過這條密道不像傳說中的那麼神秘 其實只是一座防空洞 出口就是建坦公園和中山北路 不管這條密道的實際功能是作為逃亡使用 還是防空洞都引起陸媒的高度興趣 只因為兩角文物特別受到陸客的青睞 未來每天下午四點半 特別提供給參加自由行的陸客預約參觀 台北市打出參觀密道的旅遊計畫 就是希望把自由行的陸客留在台北 以一個陸客到臺灣來的話 他每天花費兩百一三塊美金來算的話 那一年的話如果他聽禮物天的話 大概會給台北市帶來一般的商機 大概有十二億 台北市看好陸客自由行 每年帶來至少十二億的商機 再此出招打出兩獎文化油 參觀密道外還可以嘗嘗前總統蔣正正和夫人宋美玲愛吃的蔣家菜 增加台北市的觀光收益 記者李星英 麗茨 台北報導